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茨学院 上节课我们学到了函数的一个参数 那接着呢我们往下来学 来看一下我们变量的一个作用域 那首先来看一下 在变量作用域中 我们分为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 那局部变量呢 是在函数体内生命的变量 叫做局部变量 那局部变量又分为动态变量和静态变量 那动态变量呢 在函数体内生命的变量之后 当函数体执行完毕之后 这个变量就被释放掉了 而静态变量呢 同样的也是在函数体内生命的 通过我们的static关键字 那在函数执行完毕之后呢 它并没有被释放掉 而是保存在静态内存中 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局部变量 举个例子 来一个function 消耗线6 接着生命一个函数 function test 生命一个变量 等于1 $g等于2 那调用的时候 i扣一下$i 加$g 那现在你看到 在函数体内生命了两个变量 这叫做局部变量 局部变量中的动态变量 当你调用函数的时候 首先会看到结果是3 这个比较简单 那接着我再i扣一下$i和$g 那此时你会看到值吗 来一个go 再来一个$g 好 我们运行一下第六个 首先3没有问题 那再看一下i和g 现在看不到任何值 我们也可以简单打印一下 应该是一个什么呀 空 whatdump $i $g 两个num 因为在函数体内生命的变量 函数执行完毕之后 这两个变量就被释放掉了 或者说在这我们再来一个函数 function test1 接着我可以在这写上一个$i等于1 i扣一下$i $i 加加 再来一个br 换行 好 有了test1之后 我调用一次 第一次调用会看到一个1 没问题 到了再加加 那接着当我再调用一次呢 此时看到的结果 我调用了4次 应该看到是1234呢 还是4个1呢 对 应该是4个1 因为函数执行完毕之后呢 这个变量的值就被释放掉了 这是动态变量的一个效果 那接着再来看我们的静态变量 同样的也是在函数体内 但是呢 要声明静态变量 我们需要通过static关键字 static的$i等于1 echo一下$i $i 加加 那接着我再来调用一下test2 调用一次 首先 静态变量 第一次调用函数的时候 相当于初始化这个静态变量 那接着呢 再输出一下1 加加 当我再次调用函数的时候 这时候 这个变量 并没有被释放掉 而是保存在静态内存中了 当再次调用的时候 首先先从静态内存中 将这个值取出来 接着呢 再向下执行 而不是重新的再初始化了 那这时候 你调用一次会加1 调用四次 会出现1234的一个效果 你看到 1234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也是动态变量 和静态变量的一个区别 那现在再往下来看 在函数外面 我们声明的变量 叫做全局变量 在函数体外 声明的变量 叫做全局变量 那全局变量 它的作用率呢 是从函数 从这个变量 声明开始 到脚本结束之后 都可以用 那简单的 你可以看一下 写上一个 $i 等于1 接着$g 等于2 现在iQ$i$g 没问题 但是你要想在函数体内 来使用我们的全局变量 你说我直接来使用 iQ$i plus $j 这时候当你调用test3的时候 你来看 能看到任何内容吗 你看到0 为什么是0呢 对 因为在函数体内 你是没有办法直接使用到我们的全局变量的 那现在呢 这两个变量是n n转换成数值形式0 所以说看到结果是0 那现在想在函数体内 来使用我们的全局变量 你可以通过两种形式 第一种可以通过global关键词 来告诉一下 你在函数体内使用的是一个全局变量 那第二种呢 还可以使用我们超全局变量 dollarsglobals也可以 那首先我们先看第一种 global关键词 当你想在函数体内 来使用我们这个全局变量的时候 可以通过global 告诉一下这个dollarsi 是一个全局的 接着你再来global dollarsg这样是可以的 或者呢 一会你可以一次的声明两个全局变量 当你在运行的时候 你看到结果是3了 证明使用到了这个i和g 你可以这样来使用 一次声明一个 也可以一次声明多个 但是呢 不能声明的同时 并且复制 这是不可以的 效果是一样的 你看到也是3 这样的效果 同样的我再声明一个函数 方身 text4 global的 dollarsi dollarsg 接着我再写成一个dollarsi等于5 dollarsg等于一个6 i扣一下 或者不i扣都可以 当我直接来输出 dollarsi和dollarsg的时候 那现在结果应该是多少 把它拿过来 你看到 现在i和g还是2 接着你在函数体内 使用了一下 i和g 告诉的是一个全局的 但是现在你掉用函数了吗 没有 那此时输出i和g 结果应该是 1和2才对 1和2 那接着当我掉用一次函数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你看到 我掉一个test4 相当于执行了一下我的函数体 在函数体中 你声明了 告诉我使用的是一个全局变量 接着我对这两个变量又重新复值了 这时候我再来输出 dollarsi dollarsj 结果应该是一个5和6 你看到5和6 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第一种形式 可以通过global关键字来实现 那第二种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 dollarsglobals 这个超全局变量 你可以先来打印一下 我声明几个变量 i等于1 j等于2 m等于3 n等于4 username 天 等于1 一个kin 再来一个 写成1个sex 等于1个男 来1个heider 好 这时候我们来打印一下 printr一下 $globals 这个超全局变量 你会看到 你想要的这些变量的值呢 在我这个超全局变量中都已经有了 查看一下原代码 往下看 上面这个get的post没有值 不用管 看下面这一些 i1 j2 m3 n4 username king sax 男 是不是所有变量都放到了我这个超全局数组中 作为我的元素了 变量的名次是我的件名 变量的值呢 是我的值 这样一个效果 那现在呢 你再看一下 我想在函数体内来使用我某个变量的时候 你可以这么来写 test5 i call一下$globals里边的 i 加上一个$globals里边的 j 这样的效果 好 当我调用test5的时候 你会看到结果应该是一个3 结果是一个3 这两种形式都能使用到在函数体内使用到我们的全局变量 都可以 那这节课呢 我们简单的带着大家来说了一下我们变量的一个作用域 主要是我们的静态变量和动态变量的一个区别 包括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 一个区别 以及在函数体内如何来使用到我们的全局变量 两种形式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个要看一下 做一个简单的练习就可以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